今秋九月,硕果雷雷,稻谷飘香,在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,黄灯灯的稻田一望无际,微风拂过,卖浪滚滚。 9月27日,新安盟袁隆平水稻院士专家工作站的耐盐碱水稻迎来测产。 现场,来自中国各大农科院所的七位水稻专家组成的测产专家组, 再除去杂质和水分,pH值为8.8到9.6,盐度含量在千分之五到千分之六的盐碱地上进行测产。 今天我们在科幼中期,这个野解地水稻铁进行这个组织专家进行测产, 我们总共取了三个样碱,面积是2.859亩,最后综合平均产量是每亩540.3公斤。 新安盟地处北纬46度,大兴安岭南路生态圈,世界公认的寒地水稻黄金带。 然而,这里也有着上百万亩盐碱地,是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地分布区之一。 2022年,新安盟袁隆平水稻院士专家工作站耐盐碱水稻基地540.3公斤的亩产, 较去年产量再上一个台阶,实现连续四年稳增高产。 今年盐碱地测产就在我们这么高的盐费和减费的土地上, 利用我们的种子,利用我们的盗作改良的技术, 这样今年能稳产在500公斤以上, 今年而且突破了500次,这个是非常新闻。 这样呢,就是我们那个来到新安盟这第四个年头里呢, 就是我们的工作已经做得非常扎实了,技术方案也成行了, 所以是呢,我们可以拍着熊铺子给元老汇报, 我们没有辜负元老的期望。 2018年,袁隆平院士工作站落户新安盟, 引入国际领先的第三代杂交水稻育种技术, 培育出了以1189为代表的一系列优质耐盐碱水稻新品系。 同时,作为袁隆平院士圆梦计划的一部分, 新安盟耐盐碱水稻种植基地, 承担着耐盐碱杂交水稻品种和先进技术试验成功后, 向整个中国北方推广, 甚至向同一纬度上, 同一气候带上的国家推广的使命。 2020年,我元老提出了圆梦计划, 要打造20万亩盐碱地, 我们现在呢才刚刚起步, 技术途径和品种资源已经有方向了, 国家政策也来了, 这样呢,国家也在支持这个盐碱地开发和利用, 向盐碱地要凉, 就证明我们盐碱地改造和综合利用的春天来了, 我们会利用这个契机, 加快我们这个改造的方案和途径, 推进这个盐碱地改造和综合利用, 尽快实现元老期望的五年内, 实现20万亩的梦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